练习禅秀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知道我的念头被带走了 所以知道念头被带走 赶快再拉回来 回到熟悉 这样的练习 其实是每一个人 对自己一个善待自己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因为平常 我们被我们这个客观的世界 带着团团转 直到从团团转的客观世界 那个心到处奔驰 能够再回来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清醒也是我们禅修的一种练习方法 它在练习什么呢 练习不住 我这一步踏下去 下一步要起来 我如果后一步不起来 我没有办法迈向下一步 每一步踏下去 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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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了之 每一步提起来 也是清楚清楚地了之 在每一步抬起 放下 再提起又放下 你心中不住 你心中不住 那一个不住 也让你练习着一种定的功夫 我们平常坐在这边 我们平常坐在这边 可以专注地来熟悉 可是我们平常在走路当中 你如何在动中 还能保有那个定的功夫 你可以从精醒开始练习 其实说明白 禅 它其实叫一心一意 透过念佛来都设六根 一心念佛 也是一心一意 专注在熟悉 专注在熟悉 也是一心一意 但如果从一心一意 到我们现在要开始 从静中到动中 透过精醒 你就要开始训练自己不住 你看着风吹着灵 如此的就是了知 但是你没有起第二念 你不随 你不住 你只是了知 而不随这个静 起第二念 这个就是定的训练 如同我们去看池里的鱼 就看着鱼 清楚地知道它来 去 但是 不起第二念 你只是了知 对你色身上的变化 痛 痒 酸 麻 你开始训练自己 不随 只是在每一个当下 如实地了知 在如实地了知 你似乎跳脱出来 看那个 让你酸 让你麻 或者是这条腿 让你不舒服 你不随 你只是看 如实地了知 不住 你不住在这上面的酸麻胀痛 你随得酸麻胀痛 随得它起 也看得它落 看得它来 也看得它去 你不随 这是在练习禅修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它的好处 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有一份清明 清楚 明白 不受外在的影响 你心中那个定 不会随着客观的变化 而带着你团团转 也不会让你的心 起伏 某个程度上 禅行者 他的定的功夫 不仅仅是在 坐当中养成 更多的是 我们每天 在行径当中 我们都要面对 许许多多 客观环境的变化 但是因为 我们平常有禅修的训练 你的心 也比较止境 不随 某个程度上 就是一种不住 你不住在 不执着 不跟着 不跟着你念头跑 你就拉回来了 不跟着 外在的各种的阴身 你就回来了 你那个回来 不管你回来继续 属习 或者是你回来 继续念佛 你能够把你的心 看住 所以看住我们这个心 能够清楚 哪怕我现在念头又起 我只是清楚 再赶快拉回来 这些练习 都是让我们 从比较 繁乱的 心思 回到一个 止境的一个世界 止观 我们常常说 我们要修止 也要修观 其实止观是双运的 曾经有人以为 禅修 就是坐在那儿不动 你们应该知道 在澳洲有一个动物 叫五尾熊 五尾熊呢 他抱着树枝 树干 可以在那边不动 一个下午 甚至一整天 如果我们以为 坐在这儿不动 就叫禅 那五尾熊的禅定功夫 比我们更好 为什么 止观 不止是止 还要能够 不时地 去观察到 你的心在不在 不时地 去看到你的念头 有没有跑掉 就算跑掉 也不要觉得惊讶 因为我们的念头 就是如瀑流一样的 如果是一滴一滴的水 你才看得清楚 如果是瀑布 你没有办法看清楚 那一滴一滴 累积起来的那个瀑流 是一个什么状态 但是如果你坐在这儿 你可以开始看到 你一个念头 接着一个念头 慢慢地串起瀑流的念 这个如瀑流一般的念头 让我们每天团团转 所以现在呢 我们不过就是发现 所以那个止跟观 观从刚开始的发现 然后你可以从观当中 不住 也就是你发现你的念头 但是你不要随着你这个念头 又到外面的世界 去团团转 你清楚念头起来 你当你清楚 你的觉知的功夫 就起作用了 所以在原觉经里面 有一句话叫 知患即离 离患即觉 这个觉 具有那个观的作用 知患 知道风吹在风铃 起的一个风铃声 这个跟 跟外存 起了你风铃对你的 种种的事的变化 它就变成了你 跟随的这个事 意识的世界 产生了许许多多 好的 坏的 静 所以跟 城市 构成了我们的世界 构成了我们 每天的生活 而我们现在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 耳根 听 风 吹在风铃上 这个风铃的声音 你了知 但是不随 不随着外境 你只是了知 回到你的心 这个回到你的 这一念心 你就是清楚 你清楚 因为你不随 所以你的心中 就有一个定的功夫在 也因此 你不会 在一般 跟人与人在一起 不会因为一句话 而心里不安 或者是跟着祈福 因为你知道 知患 吉利 你不住 吉绝 所以 只观如果 没有绝的功夫 没有所谓 只 没有观的 这种能力 就如同 在一个暗示里 只 就像那盏灯 不动 但是 你看不到 你的烦恼 观 就像那盏灯 是亮着 如果是没有纸 只有观 就像是 那盏灯 晃个不停 一盏灯 晃个不停 你看不到 这屋子里面 你要去寻找 掉在地上的一根针 你也是没办法 找得到 所以没有观的日子 就如同 你只有纸 只有静坐 你对自己 毫无所知 没有认识自己的 起伏 烦恼 但是 只有观 没有纸 你知道 你的烦恼 还在团团转 你没有办法 降服得了自己 所以 如果 熟悉 是帮助我们 随时 看住我们的心 的一种方法 你找时间 去精醒 在走路当中 每一步清楚 而不住 这样的练习 是可以让我们 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练习一个不住 甚至不随 的一种定力 这两种功夫 也许供养给各位 希望让大家好好的继续 静静